穿蓝色上衣 双手插腰的男子 在消防队的值班室里 对着一名穿制服的队员大声说话 影片听不清他在骂什么 但满地杂乱的酒杯酒瓶 就是他捣乱的 原来这一名36岁灵性消防员 上班时间喝酒 黄汤下肚就把学弟叫来立正站好 听他怒骂呛吓 他说自己势力很大 还说敢把值班台都掀了 口气很大 他今天休酒 他刚好掉纸啊 还没 还没 他休假 嚣张行径被公布 灵性消防员临时请假没上班 当天还在背勤 不顾其他人也在 居然敢大喇喇喝酒 现在被起底 上班喝酒不是第一次了 三年前就被处分过 但还不知悔改 这回变本加厉 酒后霸凌学弟 在酒后的一个失态失当的作为 才会造成的有一种 让学弟不太 那个心里不太高兴 带当事人向各位抱歉啊 被录下的影片 看到连他还有三个人 外传当天喝酒 还有其他人 甚至有长官在 消防局已要查 若属实 上梁不振 下梁歪 势必得严加陈楚 记者梁文斌 陈思源 蓝志怡 云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